我們在美國、美國這些地方 然後最近的話也有說馬來西亞還有我們臺北101廟等等 有很多拼命在蓋這個摩擂道 那我們這幾個上課的課程呢 我的目前排的是這個講完之後 我會跟大家介紹這個臺北101的部分 因為跟我們生活最接近 然後我們再來看那個日本的建築 然後再來我們就看破裝還是另外一些專屬 因為其實我被課的時間都 把我下班的時間全部都占掉了 所以有些課都大家都在那邊背出來 那這是部落格,這地方我都去過 那從那旅館他們旅館弄的那個大坡的地方 看出去晚上的時候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景色 然後也是一個城市的一個列照 你到那個氛情文那你一定要感受 所以建築是一個靈魯的意念 這就是一個場景 那歐洲人他不喜歡蓋摩擂道 他會把一些舊的東西 他會比較注重他們的故事景觀 所以你去歐洲的話 你看到說他們的窗牌啊 然後他們的室外的小花扶琴 然後他們都整理得很好 那都很注重 那我們東方人或者是我們台灣人 是因為 或者是中國人是 是因為戰亂 近代一直比較戰亂的關係還是怎樣 那家裡都弄得很漂亮 但是外面都很破爛 那不然的話 如果不是很破爛的話 就弄一個很高的牆壁 把它圍起來好像城堡一樣 不願意跟人家分享 所以都市景觀就不一樣 但是這一張的話是我們淡水 這是我們淡水的那一燈碼頭 還有很多張 我就挑了一張而已 其實很多時空地 在不同的時間到不同的角度去看 我們自己也有很漂亮的地圖 其實台灣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真的我們林良心講 因為台灣最主要是它的多樣性跟豐富性非常的好 如果說你到那個加拿大區 到一些美國比較那個地方去 你開車開了五六個鐘頭 看的景色還是一樣 那台灣你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你開車一個小時 那景色變化就非常大 景色包括建築物 包括那個植栽 然後包括地形 景色變化都非常大 那包括如果說對 像一些延長協會方為協會的人 對生態比較有關注的 其實身在外面變化還很大 台灣的多樣性跟豐富性就非常的好 不是國外能夠比零的 其實我們有很漂亮的地方 只是我們自己沒有那個心情 還是沒有平靜 沒有那個去感受這樣子的 然後其實幾張的影片 我們是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剛剛看那個小提天家的故事 然後看到這些的話 其實你去欣賞一些東西的話 不同的時間 不同的季節 還有不同的那個 尤其是建築物的話 同一天裡面 太陽光線照射不同的光影角度的話 其實它都有另外一種不同的感受出來 其實我們是要靜下去 然後去欣賞一下周遭這些東西 這一張是長城的當天的時候 那我之前有第一大路 爬過長城 那毛澤東裡有一個什麼 但是長城 可以把牌拿走 然後就在那邊 長城的話也是算建築物 建築物其實就是一個人工構造 那所以我們講建築物 建築物的話 聯合國的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幾乎都是建築物 聯合國有教科文組織有兩種 一個是世界文化遺產 一個是世界自然遺產 自然遺產就是比較自然景觀的 像那個什麼大峽谷啊 什麼好齒公園 然後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就是大部分都是建築物 那在上年期講過 但是今天跟大家講這個部分就好 底下這個林維英 還有徐志摩 還有張又瑋 還有他們誰 陸曉曼他們的愛情故事 你們沒有看過的 你們自己去看那個什麼 那林維英的話 因為他是 他是一個文學教育是一個建築教 然後是徐志摩要追他 沒追到他教育他在兩世成 那徐志摩要追他沒追到 表示這個林維英還蠻有理智的 因為徐志摩36歲就俏調了 他是 徐志摩他文筆非常好 你們看過他很多文章 其實他可能是太浪漫了 然後他小時候跟那個張又瑋 家裡跟他訂婚結婚 然後他不喜歡張又瑋 然後他去跑去追這個林維英 又追不到林維英 後來就拒絕他 嫁給他梁四成 然後他要去跟那個陸曉曼 陸曉曼也是離婚在跟徐志摩結婚的 所以然後徐志摩又是 從那個南方好像是廣西 他坐飛機到北京去聽那個林維英演講 那飛機是四次的帥師 他也是要去聽那個林維英演講的帥師 所以很多很多這個事情 那其實某的文筆真的是很好 那很多像這個某啊還有在北高橋啊 這個都是我們民歌裡面很好的一個歌詞 這個某是他寫給林維英的 他是對象就是林維英 那這個不是我們討論的重點 我們討論的重點 這是林維英的相片 那林維英他是一個文學家又是一個建築家 他會寫詩寫詩 然後他又是一個建築家 他嫁給梁四成 那梁四成的話是梁啟超的兒子 那梁四成也是一個建築家 梁四成有寫過中國建築史 寫過好幾本書 那林維英也有寫過書 那他講的說建築上的梅 不能過離合理的有機能源 作為我們結構獨立 那這個就講到建築的第二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像老子道的人講的 他必須要沿著空間一個space 一個space 這建築才能為我們所有 那第二個是建築他是有結構性的 他必須要顧慮到這個安全性經濟性 像我們看那個圖畫 你看最近那個防古展覽的 看以前的什麼米樂 或者有人喜歡看那些什麼 重金屬的 然後抽象的 什麼等等那些 但是每個人喜好不一樣 但是你看他 你不會被他危害到你的安全 那建築的話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他如果不安全的話就會回來當你 所以說建築 不管他的心理是怎麼樣 他怎麼樣去製造那些開口 跟外面的通的這個 管路啊這些光線啊 空氣啊等等這些卡 這些管路 但是他必須要做個安全的部分 這是建築的第二個特點 就是說他的 不能脫離合理的 就是必須要是合理的 不能是 跟 所謂合理就是結構的原理 結構原理以後 我們會跟大家介紹一些 比較基本的知識 那有技能的就是說 他是有功用的 那 不能脫離結構圖明 建築的 他的結構性 就是當時林維一 在他的著作裡面 所講的一句話 我把它 揭露出來 這是林維一 然後 這是 這是林維一寫的一本書 其實不是他寫的一本書 是他寫的很多篇文章 然後那個上文歷書本 把它集成一本書 他不是從頭到尾寫的這本書 他是寫的很多篇文章 這本書我有 那這是以前公共電視 人間事業篇 徐志蒙跟 張又宜跟 杜曉曼跟 林維一生的故事 現在有時候還可以重播 就人間事業篇 人間事業篇的話 也是林維一寫的一個小說 其中一個天明 然後 應該是張又宜的 徐志蒙跟張又宜 然後 陸曉曼 所以難怪他比較喜歡林維一 看起來好像是這樣 陸曉曼 你們這些了解好 好 你知道一點 那就好 那 接下來一點時間 要跟大家介紹一些 比較基本的 一些看譜的 一些觀念 這好像上學期的同學也沒有 沒有講到過 這是最近用補的 用補的 那 剛剛講到建築的特點 一個是 他是一個space 然後一個是他的結構 必須要結構性的安全 那其實第三個特點 這裡面沒有講到 第三個特點就是說 建築的話 他的完成必須要跟周圍的人 跟周圍的人 跟周圍的環境產生對話 那不是像那個 那不是像 那不是像